感谢主 天父上帝牧师师母 各位弟兄姐妹平安 感谢主今天能让我在这个圣灵降临的日子 还有基督这个生日的今天来为主做见证来荣耀神 去年差不多在这个时间点 天父拣选我来到这个教会来认识他 那今天也差不多大概是满一周年的时间 奇怪刚好好像跟那个基督就是圣灵降临的日子 好像都差不多一周年的时间 感谢主有这样的拣选 那这过程之中让我不断的经历神迹啊 还有感受上帝的看顾 还有这个他在我所处的环境的这个奇妙的做工 让我看见很多的真的很多神迹跟奇事 那今天我来跟大家分享 最近大概两到三个月的时间啊 上帝在我身上的释放和更新的故事 那我要分享在前一期幸福小组让我所经历或看见的神迹 那在幸福小组开办的第一周的时间 在我们我们推算回来大概是发生聚会中后段的那个时间点 那那时候幸福小组在那个在那个当下刚好是播放我们全家信主的那个影片 因为之前有录影播放那个影片 那我的太太刚好我们推算回去 刚好在那个时间点 她就是在斑马 就是在另外一个地方 同时间在斑马线上 她被一台机车给撞倒 那后来听 我后来听我太太说 她当下她想说被撞倒了 因为她好像是头是看另外一边 然后机车从另外一边撞到她 那她觉得她好像头要落地了 那她不知道怎么办的时候 这时候感觉就是好像有一双无形的手 好像拖住她的头部 但她觉得就是本来应该感觉好像很无助啊 很不平安 头好像要落地会很严重 那后来好像就听她说好像就还好 好像有人无形中 就上帝无形中在保护着她 让她的头部伤害减到最轻 那还有另外一个很神奇的就是说 当下那个在路口来处理 这个交通事故的那个交通远景 那就是刚好是我们第一周 来我们参加幸福小组的这个BEST 她的同事同个分局的 就很巧妙的这个带领神的带领 后来我们那个第一周幸福小组结束之后 她也就是也有特别来到医院来关心 那以她的经验来协助我们要怎么处理这一件事情 那很感谢神 那最后甚至到最后上个礼拜 我们在跟对方谈合戟的时候 就是都是很好像都有神的保守 一切都很顺利 因为这过程中有一些故事 就是说原本那个监视器 他没有拍到就是我太太被撞的那个画面 但是就是有拍到那个机车撞到一个东西 然后倒下来的画面 对那虽然这个再加上对方又有一点 后来就是可能有高人指点她 就是说她就是说认定说我太太没有走到半马线上 那一切事情就对我们好像开始很不利 很让我们很不平安的时候 那神就是我们就是夫妻同心合一祷告在前一天 当天早上有祷告 那神就是赐给我们这个很出人意外的平安 那我们那一天和解 几乎就是一切很顺利 也不用到跟对方讲什么 就是没有很多过程 就是一切很顺利 然后该得到赔偿的都很顺利 那我就会觉得说 看到想到圣经这句话 就是耶和华总是十万事都互相效力 叫爱神的人得益处 感谢主 那接下来又幸福小楚 其实就是那期间真的是故事很多 后来又遇到我的岳父 他在骑车下那个社区地下停车场 在转弯的地方 因为要闪避一台汽车 他上来他骑车下来要闪避他 那他就是可能就是重心不稳就跌倒 那跌倒他的左手 这个手镯的部分就是直接压到那个地下 因为他的那个地下车道有那个防滑有那个起伏啊 就是有高低起伏啊 刚好是他手肘是压到那个那个地方 然后撞下去 然后可能重力加速加机车这样倒下来 就让他这个手骨就断裂 断裂后来就是去医院要接受开刀 就是要准备接受开刀 那过程中感谢就是很多的这个 就是弟兄姐妹互相的来带导来帮助 也让我看到我们除了这个天赋的爱 在我们这个教会里面 就是互相的这个扶持还有关心之外 我也觉得圣灵的大人也有触摸来软化我的岳父 让他接受我们所有人为他带导这件事 感谢上帝的带领 那还有一个很神奇的时候 我觉得就是我岳父家 他那个新家就是从客厅看出去 他其实就是就有一次就很神奇 我就看出去就网上看出去 他就一个十字架很明显很十字架LED白色的很大 那那个高度刚好就是跟他们住的楼层高度一模一样 对然后其实他们家还有在拜偶像 那我觉得觉得好像十字架在跟偶像在PK就是针对着 那也许这样子是因为那个安排就是神从那一天 因为那是买他们是买新家 可能就是神从那一天就开始保守看顾他们全家 保守我这个岳父感谢主 那最后我觉得刚刚我来到教会大概差不多刚好一周年的时间 那我受洗其实还没有到一年 但是我觉得我很感谢上帝对我的眷顾 其实我很多经历 除了幸福小组还有一般日常生活 在公司在日常生活都很多看到很多神经歧视发生在我身上 但是不一定是我真实经历的 可是就是在我所处在的这个环境里面 就是看到有祷告有得到一些帮助有应允 那我也觉得我灵里面很像小孩子 很像其实还很多不懂 很像很接近一张白纸 那我会这样说或是我又有一个意念就觉得 可能应该我灵里面很像一张白纸 所以上帝可以尽情在我这张白纸上面创造艺术 就是我不会有一些 我很多一些阻碍啊 拦阻或者我先入为主的观念 就不会这样阻碍上帝在我里面的做工 那也让我好像常常回转像小孩一样单纯 更加容易接受上帝的带领 我要感谢主带领我 不断有神机启示发生 谢谢大家